9月15日之后,中国最忙碌的人有两个,习近平最近忙于红区考察,任正非最近则忙于稳定军心。 9月17日,习近平在考察湖南长沙的某装备制造企业时称,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相关的制造业也一定要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这是自从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制造2025的呼召,再次回到了公众视线,引发了国人的关注。 另一边乡,华为的一些最优秀员工开始离开公司。 虽然华为坚称,公司将坚持下去,但没有了芯片,我们还能生产什么产品呢? 这是一位不具名的华为员工在微信群中发出的问题。 芯片是手机的大脑,更是通讯领域的唯一心脏。 华为所有主流产品线中,5G设备,网络设备,智能手机和云计算服务器都离不开目前华为已经所剩无几的芯片库存。 所谓上游一断水,下游变干旱。 1959年6月24号,毛泽东在开往湖南长沙的火车上,对王任重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新闻很清楚,此时此刻,同样在湖南长沙考察中的习近平也在反复思量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迫切问题。 新闻今天继续通过不同别人的视角,深入简明的分析以及思考一下,放在别人手中的命运与抓在自己手中的机遇,也就是华为之后的思考四。 昨天,华为之后的思考三中,我反复提到了华强北,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优势所在。 这里,清澈到了毛泽东理论所特有的一种战略高度的考量。 用通俗点的词汇表达,就是求变求存,不断变通。 最好的例子就在昨天,9月19号,也就是美国对微信的禁令生效前, 马化腾的腾讯,迅速把英文名WeChat的微信应用程序更名为WeCom。 乾坤大挪移后,通过改名的方式,以退为进,出其不易。 这种智慧就是我反复提及的深圳人特有的成功基因,整合基因,变通基因,以及生存之道。 直来直去的美国人,在这种兜着圈的深圳人特有的智慧前,的确需要费煞思量。 同样是这个异于常人的马化腾,地址上曾经无数次推销过粤港澳的湾区说,硅谷说。 他为什么如此执着,不肯放手呢? 还不是为了他深爱的深圳,为了他起家的广东,为了他深厚的中国,为了2025的强国梦想。 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腾讯,老深圳,他的赤子之心,可谓情意全权。 而且有意思的是,他那些不同常人的产品前瞻力,局势洞察力,以及这次围绕WeChat的变通力,都一次次完美验证了他的过人之处。 老实说,广东,深圳,是中国软硬件配套最成熟,最完善,以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再利用再腾飞的优势明显。 从曾经的世界工厂,到现在的弯曲经济,珠三角让中国人见证了他的快捷蜕变。 如今,抓紧时间打造粤港澳的硅谷,配套相关的国家政策扶持,就能让这块中国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热土,再领科技大潮的风骚。 他40年来沉淀的经济实力,人才储备和产业基础,完全可以让他帮助中国走出科技低潮的困难时期。 帮助中国的科技业者,见着这次痛定思痛的机会,从以往的追随者,华丽变身为世界的领跑者。 这次,马化腾面对美国人临阵耍花枪,不就是反证了大多数中国科技人所普遍缺少的一种务实精神和变通思想吗? 世界上,失败可以有无数的理由,但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 而在深圳,无数失败都是一种失败,而一个成功却能带动无数个成功。 对比长三角,提早十年发力的珠三角,本身就自带得天独厚的地理光环,以及更多对外交往的弄潮经验。 虽然政策倾斜的缘故,让重心转移,产业北上,但第一代改开人的热血和干劲,一直都没有被朝气蓬勃的深圳人丢下。 在这个国家关键的技术空间的重要时刻,深圳以及珠三角的历史地位需要再次凸显出来。 国家需要加速整合香港的金融优势,大学的创新优势。 深圳的高科产业以及珠三角的制造基础。 最终实现华为早年预期的智能制造。 也就是软件、硬件、服务三位一体的智能完善的、自主成熟的国产化目标。 同样对比媒体中高频出现的长三角和金三角,最近几年沉默不少的珠三角,依旧是默默打造国家级神秘底牌的重要基地。 不仅华为、腾讯、招商银行这些深圳老牌的骄傲,依旧处于全国领军的位置,依旧霸榜世界500强企业。 连比亚迈、麦瑞这些知名的行业龙头,也毫无疑意地纷纷上榜。 而且,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新上榜世界500强的深圳企业中,包括一大波新鲜的隐形底牌。 比如,全球无线设备连续9年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第一的普联科技,泰赫兹领域全球领先的华逊、方舟等等。 澳交中国以及世界的深圳企业还有更多。 篇幅原因,新闻只能在这里随便举四个例子。 第一,华大基因,它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因着华大基因,中国的基因研究顶先世界至少5到10年。 第二,大足激光,它是世界知名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家。 您手中的iPhone电池就是大足激光的焊接机器人焊的。 iPhone手机背后的几行小字,也是使用大足激光的打标机打的。 iPhone屏幕同样是用大足激光的切割机切的。 第三,郑威国际,是一家以有色金属产业为主导的全球化集团公司。 最近,更正式进军中国集区的半逃底产业。 第四,奥基国际,中国首家在国内直接上市的跨境电商公司。 在跨境电商领域处于领头羊的位置。 最厉害的是,奥基把贴牌的Made in China卖到了170多个国家,堪称闷声发大财的典范。 深圳是一个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年轻城市。 在这里激荡出无数阵容发聩的思想爆炸和经典传唱的成功故事。 在国家的科研步伐走入困境的关键时刻,不可或缺的深圳精神或许能够实现中国时代的再腾飞。 因为深圳永远都是我们熟悉不过的那个朝气蓬勃的创客之都。 明天,新闻将继续就这个华为之后的思考话题深入探讨,揭秘更多,敬请留意。 好了,新闻今天就讲到这儿。 如果您感觉马化腾在美国人面前便招很赞, 欢迎在评论区中打入一字。 如果您觉得中国科技始终都被美国撤走,欢迎打入二字。 如果您觉得不治可否,欢迎打入三字。 新闻欢迎各位多多点赞,多多订阅,多多评论。 我说,腾讯马化腾,便招应万变, 立志改开人,深圳再当先。 2020年9月20号,李新闻与您一道,诗和远方。 如果您已经点赞,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因为新闻每一天,天天在眼前。 如果您已经评论,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因为评论每个字,字字是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